你是不是总感觉自己蒸的米饭不好吃 其实不是你家的米不好 而是你蒸的方法不对 大家好 今天就把蒸米饭的正确方法分享给大家 这样蒸出来的米饭特别的好吃 大米淘气干净 加入少许的白糖 再加少许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